为了维护空气品质也减少违规排气车辆 台中县辅寄去年7月在路野高台 设置首座空气品质维护区后 今年将增设台东大学、台东校区 以及转运站两处为空气品质维护区 将在9月1号实施取缔 若排气未检验合格的车辆进入 一旦被取缔 最高可处6万元的罚款 为了维护空气品质 也减少违规排气车辆 台中县辅寄去年7月 在路野高台设置首座空气品质维护区后 今年将增设台东大学、台东校区 与转运站两处为空气品质维护区 将在9月1号实施取缔 我们希望说可以维持该区域的一个空气品质 就是表示说进入该区域的车辆都是干净的 没有排盐污染的 除了可以让当地的一个居民 可以感受到更好的空气品质之外 也可以避免外地的一些污染车辆进度 就是在路野高台 我们去年就已经划设了 那接下来今年我们也划设了一个台东大学 台东校区跟台东转运站的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 空品维护区会设置车牌辨识系统筛选车辆 全天候追踪过滤 为通过年度检验的车辆将进行开罚 依车众储500元至6万元不等罚缓 并可暗次处罚 而在去年台东县就取缔五件违规污贼车 共开罚10万元 在这个区域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都会管制 如果你的机车是没有做机车排气检验的 只要被我们一旦被我们就是发现 你是没有做检验的 然后你进去了 那就直接就是开罚了 我们回去就是拍摄行经该路段的一个车辆 然后善意的提醒说 你的车子还没有做定件 要赶快去做定件 因为从9月1号开始 你再进来 你就是拿到罚单 项府也提到 透过管制高污染车辆进入 改善系悬浮为力浓度 要求管制对象需符合规范 才能不受限制进入空气品质维护区 不只维护民众的健康 也让来台东的游客们 能有最清新的空气品质 而环保局进一步说明 台东县认可机车排气检验站 共58站 可免费完成当年度排气检验 请车主确认车辆排烟合格良好 以免受罚 接着张姐 台东市报道